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东哥应该不至于缺女人吧 反之是应该是有一批女人幻想扑倒他吧 他应该不至于做出性侵这么低级的事情吧 还有之前假疫苗时间 东哥微博所说的话 还有东哥为他自己家乡所做的事 至少我觉得他是个有责任心的男人 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时候 我们的郭敏老公王思聪出现了 让我内心有那么一丝的动摇 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小道消息 各种微信截图 不放也罢 不过我还是依然选择相信刘强东没有性侵 可能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此机会 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 或许有人会说我收钱了 兄弟们 看看我的粉丝 阅读量 就算买公关也看不上 我这么一个账号 我倒还想来收买我呢 哈哈 我只是不愿意看到一个 在国内有如此正面影响力的人物形象轰然倒下 我不愿意看到年轻一代 感觉那些正面人物都是装的 很假 社会其实很黑暗 我希望的是社会充满希望 充满正能量的 因为生活已经足够艰难了 我不想再失去那些我梦想成为的人 最近国内接二两三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了 在文章末尾处 我想为我老乡再发一次声 滴滴案件 我不想人命关天的事情 在几天后就这么的过去了 滴滴我永远不会再用